彩虹是美丽的 彩虹是多样化的 让我们一起来听 让我们一起来看 彩虹琴的世界 高雄广播电台 与树德科技大学人类性学研究所 共同策划 我是主持人妮艳欣 我是主持人李循 欢迎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AM1089 FM94.3 彩虹琴的世界 今天我们想 除了美国的大选 对 今天美国 不能说今天 因为其实美国大选 要一个多礼拜以后才会出 是 对 出现那个 但是在这个大选当中 也让我们刮目相看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 就是这些的冠状病毒的疫情 是因为这次疫情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对世界上各个地方其实上都影响很大 那特别对美国大选 我们要变政论性节目 然后变美国大选 其实发现现在因为疫情所带来的经济的问题跟政治的骚动 其实都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精选的一个手段 当然除了政治以外 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病毒盛行的情况下 也没想到也有快要一年了 这一年当中 到底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我相信也是我们今天想要谈的主轴 是是 因为那个真的疫情就像我的感冒一样 需要跟听众朋友说抱歉 突然莫名其妙就感冒了 当然很多人就会问我是不是COVID-19 我想我应该不是 因为我还可以呼吸 没有发烧 然后还可以在这地方组织节目 应该不是COVID-19 这样子说观众朋友应该会稍微安心一点 不过距离我们电台隔得很遥远 所以也请放心 是 好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关系里面 是我的意思是说啦 其实跟这个感冒一样 其实疫情来的又快又猛 真的很多时候说不定 人生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真的都很不一定 今天是健健康康的 明天突然就得病 或是突然意外 真的什么事情都说不定 好 那我们今天主要的主轴呢 其实是要配合着美国大选 配合着疫情 然后现在也可能会有新的一波的疫情的一个产生 所以其实我们基于一个新教育老师啦 或是新心理学家 然后我们在帮助助人的工作的立场 其实我们可能要来谈一谈COVID-19疫情 我们发现从今年的年初到现在 也差不多十个月了 所以我们想要来谈一谈 除了其实我们之前好像有一集 真的在谈疫情之下的一个家暴嘛 家庭暴力的情况 那一集其实让我有一点惊讶耶 为什么 因为我原本以为 疫情的情况当中 依照我助人工作这么久 应该两个人关在家里 在我的第一个思维是 应该会感情更好吧 就没想到主持人 你就告诉我说 其实家暴的状态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那一集其实让我是有一点惊讶的 那所以让我出发 后来就去看了一些文献 去找了一些资料 然后我就突然发现 哎呦还真的呢 呈现两极化的现象 就是有的是非常关系紧密 有的就是关系很不好 是真的就如果打到 如果理解一下要想要知道这个情况 其实你把COVID-19这个关键词 跟亲密关系 如果把它同时间在那个搜寻网站上面 直接搜寻 出来的全部都什么 家暴 所以他的比例高于甜蜜 对 全部出来前面几乎都是跟家暴 跟亲密关系暴力 跟性虐待有关的东西会出现 您这样子说让我觉得它有可能的原因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就算没有这个COVID-19 我们在约会的时候呢 其实男女呢也都是在自己各自的家 偶尔呢要约会的时候 一天当中抽比较密集就是那几个小时嘛 或是一个礼拜见面一次 其实很多的时间还是在各自的家 好不容易等到结了婚以后 除了度蜜月的那十天好了 在国外旅游 你也太那个久了吧 太久了 差不多三天到五天 真的这么短 好那就了不起三天到五天的密集 那接下来呢就还是会有工作嘛 两个人都出去工作 晚上才会合也是够忙的了 对 或是呢有一个人是当家庭主妇 一个人真的是在赚钱 对 所以白天还是分开的 没错 没错 是这样子的 可是呢 COVID-19呢是使这两个人关了三四个月 那是会发疯的 还有另外一个 孩子每天都在家 让更让人发疯 你知道吗 如果又生了不止一个小孩以上 那个两个或三个小孩 你想想看每个小孩都要关在家里 然后每一个小孩 每一天假设这三个小孩 从高中 国中 小学 那他们没有办法在学校 他必须要那个网路上课嘛 然后这三个小孩 每一天都要三部电脑呢 对不对 然后这三部电脑 每天还不能够你用 你用再三部 一部电脑轮流用 没办法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小孩在这个班级 老师是从早上到晚 然后另外一个小孩 是从早上到晚 连体育课都要在网路上面上课呢 所以三个小孩就要准备三个手机 或是就是三部三西 如果你还好幸运一点 家里只有一个小孩 那就好解决嘛 OK 好 那连带者 不管你的小孩多大 假设他是国中高中 他还会自己玩他的手机 玩他的网路游戏 跟他的朋友聊天 你父母亲虽然大家 你看三个人都关在家里 三四个人都关在家里 24小时耶 好 那再加上如果他正好幼稚园之前 那个一岁到六岁 你知道那个父母亲会发疯到什么样的程度吗 然后每天得花很多时间陪着小孩玩游戏 然后得想花样 让他不无聊 我觉得父母亲真的到了两个礼拜 或三个礼拜 一个月以后都已经潜力寄穷了 所以也因为这样 还有外力的家境 使这个关系更不容易 是 那么甜美 是 这个人的COVID-19真的是 为什么我会觉得 其实这一次COVID-19 真的是在考验 整个社会政府 当然政府是从经济的条件去着手 可是如果我们因为做不到政府嘛 我们不管 那我们依照我们微博的力量 就是我在做住人工作这么多年 真的是在考验我们住人工作者之前 到底做了什么 然后这疫情产生之后 所有全部爆发出来的关系的议题 到底我们可以做什么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 那未来我们可以做什么 太好了 所以我觉得李寻 你就可以帮大家说一下 住人者在这个时候 他可以发挥的功能 是啊 可以是什么呢 是啊 我觉得这一次 因为冲着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回去做了一些小小的研究 虽然我开头 虽然开得很 就是给大家好像投入了一个 那个 就是好像觉得不怎么好 因为都是家暴 可是后来当我深入再去看一些研究 我突然发现真的很好玩 他走两期化 就是我后来做的总结 我把后面的总结往前说 就是强者很强 弱者很弱 这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会发现这样子的一个疫情 其实对很多 我们也不用扩散到很多 就是只谈家庭 或是亲子关系 或是夫妻的关系 我们就谈夫妻的关系好了 那夫妻关系其实会发现 如果之前关系好的 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疫情 因为疫情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 心理的生理的 跟社会跟经济的一个很大的压力 他是不可会言 他就是一个很大型的压力 所以所有的关系 面对这个压力的时候 他都会把之前不好的 显现出来 可是也会把之前关系好的 这个也显现出来了 所以但是你也知道 我们心理学家喜欢看的 不会是好的 对吧 学术界看的其实不太会是好的 我们都是喜欢先去看那个坏的 以便知道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做 可是在一些后面的 可能等一下我们会慢慢的再说 有一些的研究也发现 其实这次的COVID-19 也让本来有很多的一些夫妻的关系 其实会变得更好 对 那也有一派就是变得更坏的 那也有一些是变得更好的 那这个是我觉得 不管您是对这个议题有兴趣 还是你觉得您是这一个 就是我们的老师 或者是说我们是一个智商师 或是教育者学者的话 其实我们都可以从这次的COVID-19 当中看到一些心理的现象出现 好 这个应该是国外的研究 会比较确实的反映这样的现象 毕竟他们确诊的人数比我们多 那以台湾来讲确诊的人数其实不多 因此到底这些人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之后 他们是变得更好还是更坏 在台湾还没有做这样的研究 其实这个东西非常有趣是有时候我们 其实我们真的要很幸运是因为台湾的疫情 并没有太严重 那真正我们并没有真的把所有的人都隔离 比如说我们并没有真的把餐厅都关起来 比如说像学校都关起来 像自己本身我们学校大致上也只有实施了几个礼拜 可能把大班拆班然后线上教学 可是学生还是到学校里面来 然后家长还是照样大家都上班 所以我们尽量都变成了 就是比较正常的一些上下班的一个情况 目前来讲台湾其实在这一年里头 只是在整个的贸易上或是在出国上受到的限制以外 国内的其他的活动我觉得都如常 是 都如常 是 所以如常的情况下呢 这样子的一个现况我们就很难可以看到 因此我们今天大概只能够借助着国外 是 他们所做的一些发现 对 来帮忙我们做了解 对对对 但是我也在想其实中国大陆当时武汉封城的时候 那阵子如果也把这些的状况放到研究里面 我也觉得就可以做一个华人在亲密关系上跟西方人在亲密关系上 在这个疫情之下有没有一些异或是有没有一些同 我觉得会是更好玩的一件事情 而不是仅止于是在疫苗的发展上 对所以将来这个是不错的一个未来的科技部研究计划案 嘿嘿 就是先可以看看我们国人几个案例 用Cast Study来做了解 不过这又扯远了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没关系 今天居然我们拿不到我们自己的讯息 对 我们就看看国外他们呢 这些助人者可以帮了什么忙 除了送食物以外 是 其实这个东西就像我们说的 其实国外他们的学术界其实动作非常的快 尤其 不过这当然也跟他们的因为疫情真的太严峻了 所以其实我看了一些研究 还包含着他们有对意大利的一些学者 因为意大利在封城突然一下子 那所以他们马上其实在今年的年初 大概三月跟四月就已经有很多的 就是有一些研究是在网络上面就已经在做这样的研究了 然后美国也有一些学者 其实上也进行线上这样的调查 倒是也真的是我们台湾跟大陆 我倒是比较少遇到这样子 有可能大家都真的还在调试 所以没有办法 没有知道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研究 好 那我就谈一谈其实 那我自己本身觉得其实有可能 其实国外的研究也会让我们未来万一 万一因为现在其实又进入到另外一波的疫情 因为天气变冷了 所以如果万一我们有同样的情况的时候 其实也让很多的这些专业的助人者 其实上会是比较知道到底怎么样子去面对 借近嘛 借用国外的一些情况 然后来可能回来再看看 或许台湾或是中国人 其实因为面对疫情人还是人 所以可能会不会因为他是西方人或是东方人 他面对的情况一样的时候他所产生的结果 其实会有差异非常的大 对所以其实倒是我觉得可以利用他们成为一个我们未来的一个警惕或接近或是理解 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其实可以先做些什么 超前部署一下 您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倒是想起了一个比较早的研究 其实是有差别的 虽然是人东方西方大概在亲密关系上是一样的 可是有一个研究就问到说台行 那外国人会把爱放在第一位 爱 爱情放在第一位 然后第二位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谈到健康 第三位呢 谈到财富 第四位才谈到小孩 可是在华人的社会里面呢 第一位是小孩 然后第二位是财富 第三位是健康 爱情是放在最后呢 所以这样子的排序 这个研究对象的那个结婚年龄多久啊 婚龄多久啊 婚龄我觉得 它是混杂的 它没有限定在哪一个婚龄 它就是从这个二十几岁一直到六十几岁 这样子一个年龄层 就这几个选项让他们做排序 那我觉得这个排序呢 真的很有趣 因为华人真的以小孩为主 真的 这我们以前做家暴的受害者跟家害者 受害者 真的是小孩永远是第一 所以这个亲密关系 还似乎有落差的呀 但是我们等一下要谈的这些 有关于他们如何去处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在心理的压力当中 倒也有很多的有趣的一个情况产生 好的 那我们就要来听听 接下来 你先要告诉我们哪一些地方有趣 嗯 听听着温暖的声音 让我有整天好心情 随时陪伴着你 你最好的马迹 94.3 你的好伙伴 94.3 高雄广播电台 我是主持人妮艳青 我是主持人李徐 欢迎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AM1089 FM94.3 彩虹旗的世界 李徐啊 你要尽快的告诉我们 你看到了有趣的是什么呢 好啦 我们看到有趣的是 其实 我先说一些情况 其实疫情本身 COVID-19 对 我想要先说一下 我们今天只是在谈的 是COVID-19 对于一些亲密关系的一些影响 那 呃 其实上 疫情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说 他对所有的人 其实不管在生理上 心理上 跟健康上面 其实都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焦虑 忧郁 跟很多的愤怒 因为他被关在家里 然后还有包含我们刚刚说的 比如说 24小孩都在家里 跟一个老公或老婆 相看两夜 孩子也在家里 每天都在那边吵吵闹闹 或是在抢夺 手机啊 抢夺 电脑因为要上课 那 那 但是我们身为一个 我们觉得是身为一个 婚姻的咨询师 或是婚姻的一个来说 我们其实会发现几个研究 那就是 他们呢 在调查 就是今年3月到4月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好像 我记得是在意大利的 其实他并没有特别 他在网路上面 他做了一个调查 他用一个英文版 跟西班牙文版 采取两个方式的版本 然后调查他们的性行为 所以呢 会发现其实 你会觉得 疫情之后 你觉得性行为会增加 还是减少会一样 我觉得就看他原来的习惯 如果原来的习惯是频率高的 那这时候就是高的 如果原来就少了 也不因为天天聚在一起 就会有改善 对 但是他的问题 不是在于他们问他们的频率 他是问他跟疫情前跟疫情后被关在家里 然后那个性行为的频率有没有改变 对 你觉得会是 我觉得应该疫情后的性行为不会改变 维持以前的样貌 这是我的猜测 对啊 您真的是性学家 如果是我我会觉得比较少 因为压力变大 真的吗 对 结果呢 我们两个都还是你赢了 毕竟你还是性学家 你在性学上面的造业 还是真的比我多20年 谢谢发酱 好 来我来讲一下 在使用英文的来说 他们发现比较少的三分之一 31% OK 可是维持一样的有40% 变多的也有15% 那当然还有一部分是单身 我们就不用谈他们的那个频率了 那西班牙呢 西班牙的版本 那比较少的是20多 变少 维持一样的一样40% 然后有更多的是7% 那所以呢 大部分来讲 还是其实是一样的差不多 没有太大的变化 因为人类啊 其实会习惯性 你原来的习惯行为是这样 对 在某一种情况下 是不会有太多改变 所以也有人有笑话说 当时的那个汶川大地震 汶川大地震 你还记得 我们还捐了很多钱 四川 对 就非常的感谢 我们台湾的人民 是 我们心理师还全盘 到去四川去做 那个心理会讲 是 当时呢 就有一个有趣的话题 就是说 你现在地震这样压下来 你剩下三分钟的时间 就问那些 被压在土地当中的人说 只剩下三分钟你可以做什么 对 其实有少部分的人说 那就做爱吧 其他没有什么事可做 三分钟做爱真的有点 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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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有些人会在这种高压的情况下 他就想要让自己快乐的走掉 是 那当然也有大部分的人 就不用想到要去做爱 是 他就觉得说 那剩下三分钟那就等死吧 是 所以就会跟你原来的想法 是差别不大 是 因为 其实你正好提到这个 我们根本两个都没有事先惹过 真的 但你既然填到这个 我告诉你 真的很好玩 就是因为 我们像我心理师 我们一向都是被压力论 所影响 所以我们都会觉得压力来了 我们自然而然 当然信誉就会降低 可是很有趣哦 在那个1989年 你说的是四川地震 1989年 在南卡罗来纳州有一个飓风 所以研究者他们想要知道 到底这些自然灾害对 婚姻率 结婚 出生率 还有离婚率的影响 这三者 因为它都是亲密关系 他们只就这三者讨论 那个结果非常有趣 如果按照我的压力理论 他当然就会觉得 结婚跟出生率一定会降低嘛 然后离婚率会升高嘛 这是很正常 好 然后但是呢 结果他发现 三者都增加 就按照你回来说的 结婚率增加 出生率也增加 离婚率也增加 这三者全部增加 为什么就像你说的 就是突然发现 自然灾害我快要死了 或是面对这种重大事情的时候 人会有一个 那我就做我原本想做的事就好了 是的 所以这回来我说的 强者很强 弱者很弱 就是如果我之前跟这个人的关系不好 我原本很想要离婚了 就离了 对 原本就想说 因为没有多少日子了 对是不是孩子啊 经济 就你刚刚说的 因为没有爱了嘛 那我是不是要为了孩子 我是不是要为了 因为他不给我钱什么的 就在那地方增值 一旦这样的突然发现 干嘛 不增值了 不用了 就很快速的做决定 是 我想要做什么 我就去做什么了 是 它会改变一个人的思维 是 然后也有一些人呢 那个灾害 也有一些人突然发现 原来跟对方一起活着 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干嘛要离婚呢 因为没有多少时间 可以再遇到另外一个人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就很像老人家 八十几岁了 他要去求爱的时候 他就不像年轻人 还有一些的所谓的 曖昧期 送东西啊 然后曖昧 有一段时间才正式告白 是 老人家就觉得来日无多 他就会马上邀请 你要不要做我男朋友 女朋友 是 单刀直入的问 是 那个在养老院里面的 对 我觉得这种爱情 是非常好的 我也赞成 是 其实不需要转弯抹角 是 可是呢 他们发现 其实也有可能 离婚率为什么会降到最低 因为未来 他们还有另外几个 其实对于2008年 对美国的经济大萧条 所做的一些连续的研究 也发现 其实经济大萧条的那个时期 竟然离婚率也是最低点 跟这个疫情 其实上是一样的 就是很多人 突然原本想离婚的 后来因为可能面对 这样的状态当中 突然发现对方 也没有我自己想的 那么的糟 因为在这个情况当中 有可能 两个需要共同去处理 很多需要去处理的问题 所以他们发现呢 这世界上还有很多 其他事情需要讨论 离婚不在他的选项了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 如果是经济大萧条 其实有一个重点 是经济的因素 是 因为你离开了 你就要各自养自己 然后你财产还要分开 你本来是50 然后就分成25 那就会更难过了 那现在不离婚的话 至少我们这个财富呢 已经很 会保留了经济 对 已经会是非常紧迫了 但是呢 我们不离的话 这份的财富 我们至少还可以两个人 共享 去共用 因此在我的思考里面 如果是离婚率下降 会是那个财务 大于情感 是促成他们在一起 因为他本来就想离婚 感情不好嘛 对 那还有其他的工作可以做 或是可以个人的自我发展 可是如果经济大萧条 表示外面的行业什么 你都找不到工作了 是 所以那个 专门针对这个研究 因为他好几个研究 其中有一个研究的人 他是调查2008年 经济大萧条之后 他们发现其实离婚率降低 可是他们的看法 可能跟你也一样 他们认为在之后 离婚率会上升 可是因为后面 我没有看到他 follow up 后面那个 接续的一些调查 对 但就是就这样子的一个 经济萧条上面的一个情况 他们是说一样的 压力虽然让他们的 就是婚姻产生了一些 很大的一个压力 但实际上他们也宣称就是 有很多时候这些压力 反而让他们原本的那一个爱或是那个承诺 其实更深沉了 因为以前很多时候我猜 因为有可能在婚姻关系 很多时候忙着在处理一些芝麻绿豆大的事情 为了很多芝麻绿豆大的小事 一直在不断的追逐 牙刀啦 对对对 鞋子的摆放 对啊 这时候应该这些都不是大事了 是啊 然后要吃什么东西 对不对 这种东西都芝麻绿豆大事 可是会变成吵架 可是当发现了有一个很重大的事件突然产生的时候 发现这些事情根本就 我们干嘛在吵什么呀 很像那种芝麻绿豆大的事情可能没有 所以他们说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压力 反而加深了他们原本的那个爱跟承诺 应该是 不管是在夫妻的关系 还有家人的关系 当家庭有大变革 大变动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变化 就是那个凝聚力 对 会在一起 对 他要去度过那个难关 对 或是向外面的这些的负面的事件 是 做一个抵抗跟抗亨 是 所以家人原来是感情不好的 对 可是这时候会同仇敌忾 对 他反而是更凝聚了 是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是 所以人类呢 我觉得是有趣的 不同的情况 每一个人在运转的过程中 会不同 但是他仍然有一个比较大的数据 去看到多数人到底在干什么 是 当然这样子的一个多数人在干什么 这是我们 大部分像我们 很多心理学家 或是一些社会学家 其实想要看的面向 但是这些多数人的样貌 也不见得是所有人的样貌 因为毕竟每一个人的家庭 跟每一个人的关系 其实差异非常非常的大 那每一个人在面对 这些所谓的事件 压力事件 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本身的一个适应的一个方法 那正好每个人适应的方式都不一样 所以会造成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庭 跟每一个关系当中的差异性 其实会非常非常的大的 对 那这些的研究 其实会让我们看到 在疫情当中 其实 虽然是疫情 它是一个外在 可是真正支撑人的 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对 只要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其实支撑得住 那个关系 稳固得住 其实人与人之间都是可以度过这样子的一些困难的情况的 所以谈到这里的时候也让我想到在中共那边发生了一个 内地大陆 就是骗子的故事 就是有一位女性 她其实不是护理人员 后来她在疫情当下 她就说 她要自己 离乡背景 来加入这个医疗的团队 去做这样子的 护理工作 就被称为 是一个非常好的英雄 然后她也说出她自己本身从小以前就非常的敬佩军人 所以非常的想嫁给军人 内地就把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做了一个内宣 然后也让她真的是如愿以偿的嫁给了当时的一个军人 所以就传为美坛 后来就被网民调查了后续才知道这个女性 其实她要跟这位男士结婚之前 她在办离婚手续 她还是已婚的状况 其实不是未婚 而且她本身是因为在家乡欠债 她要逃债 所以她就跑到了武汉来 去说她要投入这个护理的工作 她事实上本身的护理执照是没有的 就被大起底 所以就说是一场大聘局 那当然后来他们这个婚姻 当时被当成非常棒的街头巷尾 像英雄似的迎接 没到多久也就离婚了 所以在疫情的当下 其实会发生很多有趣的故事 包含你刚刚说的温馨的故事 悲伤的故事 还有就是让人愤怒的故事 很多啊 而且在疫情期间 其实上大家都知道 就是因为媒体给了我们很多正确的资讯 但是媒体也给了我们很多的错误的那个传播 所以这些错误的传播 其实在这个历程当中 其实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些影响力 所以很多时候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传播媒体 我也觉得也有可能 其实是因为大家真的在家没什么事 网路一打开对不对 就按照那样子 干脆来做肉搜吧 我搜寻好了 到底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就没想到肉搜之后就搜出这些事情来 对对对 那不过网路的这个东西 其实我突然看到了 有一个研究其实也 美国的一个研究 他们对于六八百多名 将近七九百名的那个对象进行问卷 然后他们也发现呢 其实大概有40%的人 每一周最少会有发生一次的性行为 OK这些 每一周 但是呢 因为刚刚他发现 其实他们因为现在时间比较久了 他们发现性活动是随着隔离的天数 有显著的增加 所以如果隔离是一个礼拜 大概呢 他们大概发生性行为性活动的人 大概有30%几 但如果是隔离到11天以上 一个礼拜以上到两个礼拜的话 他就很显著的增加到快到50% 所以隔离的天数越长 其实真的在家里没什么事情做 可能 电视都是报道这些都让人颓上 真的 所以只有增加性活动会带来愉悦 没错 所以性活动其实真的是在疫情活动 真的 不能叫疫情活动 真的是在疫情的期间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种 那个增进双方关系的一个好的一个元素 他另外的一个福利就是会制造 人口红利 这样也很好 是好 不然我们现在目前来讲 我们的人口一直是在往下 是 那这时候就可以使这些的人口增产 他另外一个很好的 那如果是在开心的情况下 养育或是生育出来的子女 应该都是比较棒的 是 会比较健康 是 好啊 最后你还是要告诉我们这些助人者 到底做了些什么事 好 OK 我是主持人李昕欣 我是主持人李行 欢迎收听高雄广播电台AM1089 FM94.3彩虹旗的世界 李行刚刚你有说到在这个疫情当下 有些的关系变好了 当然很可能看到的好就是性活动更高了 是 而且增加了这个愉悦 是 那我想这是一件好事了 因为在这种苦难的日子里还有一个活动使自己开心 对 而且也造成另外一个就是生产这样子的一个悲哀 产报国 是一个非常好的影响 那在坏的这一块 我觉得他们是需要被帮忙的 日常没有这些疫情的时候 他就有一些事情在发生 也需要有助人者帮他们忙 那这时候可能更需要助人者去做帮忙了 这些助人者可以发挥的功能跟不在疫情的当下有相同跟相异的地方吗 这点倒是很深的问题 对 对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在疫情的期间当中 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行动上其实是被限制的 所以有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要去考虑到 因为这个病菌本身会有致死性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倒觉得是 在如果真的是一个家暴的状态当中 无非我们其实处理的方式先把受害者或加害者移开 他原来的一个状态 对 这是一定万变不离其中的一种做法 倒也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处理问题的时候 其实这些警察啦 社工啊 在介入这样子的一个家庭时候 其实也要注意到自己的安全啦 这当然是这样子 那我想 其实对于一个家暴的一个情况的产生 真的已经到了产生的时候呢 其实在不管疫情前还是疫情后 我觉得要能够处理的方式其实也都差不多呢 就是一定要是法律的一个东西涉入 因为要让暴力的东西突马上的一个停止 对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其实我觉得倒也 你真的是考打我 我觉得对于资商来说 我倒也没有觉得就是疫情前后 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差异 只是在做法上面真的会可能会有不同 所以他有没有可能就是另外他有这些的苦难 或是有这些遭遇的时候呢 他可以随时可以找到这些的协助者 是 做一些的倾途 或是做一些的求救 是 这些也是我觉得 其实因应未来的一种方式 我们一定会发现 所有面对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助人的一个形式 其实会开始慢慢的改变 一定会慢慢的改变 因为随着这样的疫情 也随着也有可能 譬如说人类的迁移 我们地球存在慢慢不断的迁移的情况 还有一些情况有可能是因为家暴的状态太严重 所以有可能把孩子跟女生 假设普遍上是女生 把他移到一个那个加害者找不到的地方 所以在因为为了要保护个案的一个情况 也可能是我们未来会使用高科技的东西 会越来越方便 一定会越来越取代了原本传统上的谈话性的治疗 比如说面对面的治疗 就像我们这次的疫情也是一样 我们从原本的 我们就是我们在做谈讨 面对面的谈讨 其实现在有很多我们都改为 很多不同的一种方式 比如说电话的谈讨 然后信件 或是internet 或是line 上面这样子的一个面谈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面谈当中之后 它会面临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是隐私权的问题 因为个案的隐私跟我的隐私 跟我们智商师的隐私 其实同样的会被 譬如假设LINE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或是用手机这样的方式 或是用电话的方法 其实也会去适度的 会去某些程度上 去曝露出每一个人的不同的隐私 这是另外一个所带来的一个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 我其实上觉得最大的问题 是我们的法律跟不上我们的速度 我们的法律 其实设定了非常多的限制 所以像譬如说 智商师是不能够用网路的 不能用网路智商 智商师不能用电话智商 他们认为电话智商 不能做心理治疗 跟做所谓的这种介入式的 只能做辅导跟教育 这个是一个在位者 他们在设定这样子的 一个心理师的一个规定的当中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限制 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在疫情期间 其实发现国内的一些法律 没有办法随着状态 而做的一个弹性的改变 对 那所以 卫福部这次还算好 他有发一个公文 给所有的学校 他们有因应这件事情 去弹性的放松了 信件跟电话的智商 可是他仍然不放弃这个法律 所以心理师不能够在 就是除了面对面的智商之外的 任何的做法都是 这是我们国内 对 国外应该是可以的 对 国外其实有很多的APP 现在国内大概也只有一个APP 是可以这样子 他们有一个像心理的一个方式 可以做面对 就是做远距的 这样子的一个 并且可以收费 可是在国外我猜 其实很多的做法 其实他们已经发展出来 WeChat 其实也有很多人在 比如假设在大陆 我有一个学生就是这样 在马来西亚 那他的个案其实上是在大陆 那那个大陆的是可以 随时他有问题的时候 他可以敲 马来西亚他的心理师 问他 我现在有问题 所以他们是线上 所以线上很清楚就是 你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下线 那中间的时数要怎么计算 然后WeChat 有一个很好的支付宝的一个系统 所以马上钱转进去 他马上就知道 我做完了这个智商 钱就转得进来了 对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互惠的方式 对 可是在现在台湾来说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 这么样子的进行 因为他命令到 其实很多在法律上面 他们考虑到 智商是跟个案之间的一个隐私 对 那所以 但是这个东西 其实上我认为 它是可以克服的 因为只要是一个好的 一个加密系统 或者一个好的 就是这些的东西 其实我们都是可以预防的 那您就像你刚刚说的 其实未来 在我们做很多这样子的一个 比如说一个支持的 因为有很多人在疫情期间 其实他需要有很多的心理的 一个一方面的支持 因为有太多的告诉我们 在这样子疫情期间 其实很多人是非常高度的焦虑的 那会非常的担心的 那甚至有很多原本 他的一些精神的状态 会因为接受这个巨大的压力 而突然全部都爆发出来 再加上有很多 其实这个问题都是因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我本来就跟人际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薄弱的 可是因为疫情的期间 所以这样子就更难接到 交到朋友 或是原本很薄弱的一些人际关系 它就更行 就非常的快速的中断 或是争吵 所以其实在一个住人工作者来说 我觉得就需要去善于使用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其实弹性的运用很多的资源 去怎么去支持我们的案主 怎么去支持我们的个案 所以我觉得高科技 是可以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帮忙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呢 除了一个住人工作者之外 也让我联想到 将来在我们的科技系统上 那个AI机器人呢 不只是我们平常活动的伴侣 他也可以在这个时候 发展出陪伴的功能 那就会很棒 就比如说前面有谈到 现在我们的伴侣 假设他要有一些的谈心 或是他孤独 那这些的模拟 像真人一样的机器人 有很多的语惠 有很多的表情 其实呢到时候呢 如果将来会有类似的 这样子的灾难发生 我觉得事实上就可以被一个租界 这样子的AI机器人 到这个家庭里面 帮他们做一些的反冲 或是有一些的陪伴 你突然让我想到的 其实另外还有一个 其实在疫情情况当中 我们刚谈到的都是夫妻两个在一起的 但是我们忘记了还有一大批人 其实上次夫妻两个不在一起的 对 比如说有的是远距的 那如果是远地的这样子的 这两个夫妻或是两个伴侣 或是我所谓的伴侣指的 他有可能没有结婚 但是分居两地的这种 其实这一派的人 其实也会被疫情影响 因为各自在不同的情况 跟各自不同的地区 他们两个需要靠很多的高科技的东西 其实来联系他们两个的关系 再加上现在因为每个国家之间 其实都完全封闭的这个状态 所以很少没有办法 有可能这个两个人 是要很久很久的时间 可能才能够相聚的 所以这时候实际上 你说的这些AI的东西 刚刚我们提到这种线上的高科技的 甚至他们两个人之间 都需要发展出一些更新 或是更有趣一点的 有关于两个人之间的情感 或是性的这些的技术跟技巧 有可能是两个需要一起共同去开发的 我觉得这很好 而且一定要远端遥控 对嘛 这时候 我遥控我那边的我的那个分身 然后你遥控我这边的你的分身 对不对 要这样子做 所以这时候呢 你都会把它按照这样子的量身定造 都是你的伴你的样貌 是是是是 就我觉得这样子也可以解除那个相思 还有真正的拥抱的这样子的食物 然后要确认哦 那个女生分身是我这边做过去的哦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要她做别的女生的样子哦 哦 哦 OK 所以那个是可以有视讯吗 这也是好方法真的 手机遥控 我今天想要譬如说 他们现在 我这次呢 因为为了这个 我学到了一个新的英文单字 叫Sexting S-E-X-T-I-N-G Sexting 就是sex的texting T-E-X-T-I-N-G 就是意思是 就是寄那个姓的简讯 好 那就是你也可以就在这边远东遥控 突然想到什么事就可以寄过去 那那个那个我的分身就会说 或者是 好 诶这样的 不错呢 我觉得这样的很好 不错啊 将来我觉得她不只是在有疫情 或是有人灾天破的时候 也可以在我们平时的时间里头 遥远的伴侣 她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去处理亲密关系 使她更好 那当然我觉得 这时候如果容易吵架 其实她也是一个反冲 是 这一个的假人也是一个反冲 我就可以暂时的不说话 那只跟这个机器人去做说话 就免得两个人的冲突 说的也是 暂停我们两个人的沟通 我们就跟这个去做沟通 那我设定的都是温柔的语言 因为我跟你谈的时候 你都是会挑衅嘛 会有一些的引起我生气 或是我愤怒的地方 对 那这一块呢 我就 她有很多的设定 她有活泼型的 还有抚昧型的 就是言语上 还有温柔型的 那她就可以设定 这时候我希望有温柔的语言 跟我对话 我就不会一直沉浸在 我自己愤怒的那个情绪里面 所以导致对方也一起跟着很愤怒 对 我也另外一种说法 想法也是 有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会希望 很多吵架的伴侣之间 当时候先不要吵架 那所以就先采取一个暂时分离 可是也有一种方式是 可以把我想要跟对方说的话 用写信的方式来说 这个也可以帮忙 比如我爸想要我说的话 其实叫他借由我的分身 跟那个人 跟对方说话 以避免那个你刚刚说的 那个冲突的情况 更加百热化 所以这一块我相信 今天听到我们节目的 那个观众其实有福了 这个可以量产 哪里只有今天 他们每一个礼拜天的晚上 都是很有福的人 因为我们都给了一些 新的想法 还有新的资讯 是 是 这可以量产 当然 所以在这个助人者方面 我觉得他也可以有 另外的这个协助 而不是只有靠助人者本身 因为他毕竟能力也有限 时间上也是有限 那除了这样以外 助人者在这个疫情里面 他们面临最大的工作 除了你刚刚说的那些之外 他们还会有比较多的这个负担跟压力 你说我们助人者 我觉得助人者自己其实上也蛮大的压力 因为其实我们自己除了帮助别人之外 就是我们自己本身也会面临到疫情 这样子的一个压力 对 比如说像我自己的健康的问题 对啊 还有包含着我到底要不要接案 假设啦 我到底要不要接案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为什么呢 因为面对面的接案 你会来我会来啊 然后我们那个空间都是很小的 我们不会像在教室里面接一个案子 我们又是小空间里面接案子 然后又是中央空调系统假设 又是冷气 要关门 对又要关门 不能不关门 然后关门 然后我们的绝大部分 其实我们都很注重里面的那个隐私 所以那个门都是很厚重的 里面最少一定要隔音 跟外面听不到的 所以在那么小的一个环境里面 其实在这次的COVID-19 也真的考验我们对住人的那个热忱 你知道吗 热忱到我是不是愿意冒险 所以我们也很注重 譬如说对方要戴口罩 我也要戴口罩 可是真的宁可 有时候面对这样的一个安全的环境 其实我们也会是高度焦虑的 对不可会员我们还是人嘛 OK 所以其实在这个当下 不只是我们的个案是焦虑的 还包含住人者也可能有面临这样的压力 是啊 我们也焦虑的 是 好吧 所以我们就一起都要克服了 又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 还是期待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在每个礼拜天的晚上10点到11点 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AM1089 FM90.3 长期的世界 拜拜 拜拜